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2018年新聞長最佳新聞記者安東尼克蘭的最新研究表明 中共軍隊在2020年6月16日中印邊境的衝突中 人員損失數量比中共公佈的要高得多 當晚至少有38名中方士兵被吞擊的河水衝走並淹死 澳洲獨立媒體Garson網站介紹說 加爾曼山谷衝突有兩次 一次是6月6日白天發生的 另一次是6月15日至16日的致命夜戰 而當時的氣溫是零下 在夜戰之後 印度證實有20名印軍士兵遇難 而共軍則一再拒絕披露總商網數字 中共媒體也幾乎完全沒有報導 只有去年2月19日衝突發生8個月後 北京才宣布向4名犧牲的士兵頒發追認勳章 在黑澤米爾地區中印被一條事實上的邊界 也叫實際控制線分隔開來 實際控制線的一則是印度控制的拉達克 另一則則是由北京控制的阿克賽欽 在阿克賽欽地區最著名的是北京在那裡設立的集中營 估計裡面關押了100多萬維吾爾人 2020年4月左右 共軍開始在亞爾曼山谷建立帳篷、防空洞和機器等基礎設施 從2020年5月初開始 印軍和共軍就爆發了小規模衝突 而且是在中印邊境的各地點 雙方都聲稱在亞爾曼河谷的戰鬥中沒有開過一槍 這是因為1996年的一行協議 該協議禁止在實際控制線內使用槍枝或爆炸物 目的是為了避免兩個合武大國之間進一步升級 一組社會媒體研究人員就此事編寫了一份題為 其中引用了長達一年的調查 包括與中國大陸博主的討論 從中國大陸公民獲得的信息 以及後來被中共當局刪除的媒體報導 研究人員說2020年6月15日的致命戰鬥 是由一座臨時橋引發的 印度士兵在三週前5月22日 在加爾曼河的一條溪樓上 建立了一座臨時步行橋 該報告指出 6月6日80名中共士兵前來拆除大橋 而近100名印度士兵前來保衛大橋 在這次白天的對峙中 雙方官員同意撤出所有 越過緩衝區線的人員 並且拆除所有越線的設施 然而報告稱共軍未能遵守協議 沒有按照協議拆除自己的基礎設施 反而是秘密拆除了印度軍隊修建的過河橋 6月15日 桑托十上教和其部隊 在夜間前往阿爾曼山谷的鎮議地區 試圖清除共軍的侵佔 而共軍上教和近150名士兵 已經守候在那裡了 報告指出 共軍指揮官命令戰士們組成戰鬥隊形 而不是按照6月6日達成的 雙方同意的方針來討論問題 就在共軍指揮官進攻的那一刻 印度軍隊就把它包圍了 隨後雙方動手且造成傷亡 報告援引相關消息披露 最後共軍士兵慌忙撤退 他們甚至沒有時間穿水褲 就在漆黑的夜晚 躺入冰冷的河水 不考河水突然上漲 受傷的士兵不斷滑倒 衝向下游 不少共軍士兵被衝走 並且被淹死 中央社報導 北京冬號4日開幕 傳出多國選手為了聲援被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人士 政策劃杯葛開幕式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3日表態支持 強調美國選手有權在符合奧運精神與章情下 自由表達意見 北京冬號4日開幕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報導表示 過去數個月來 旅美社運人士積極地與西方國家奧運選手會面 呼籲他們對中共壓迫維吾爾族、西藏和香港人等作公開發聲 或選擇不出席開幕及閉幕式 讓北京無法利用奧運為人權侵犯行徑進行洗白 羅金說 目前至少有兩個西方國家選手為了表示抗議 確定不會出席東奧開幕式 但仍然不清楚確切參與杯葛人數 羅金引述社運人士說 多名選手告訴他們 害怕發起抗議會被北京當局逮捕 或被自己國家奧會懲誡 部分選手透露 會直到賽事結束 才對外說明自己為什麼沒有出席開幕式 至於在中國期間則會選擇證物 免得受罰 對此有記者今天在美國國務院 例行簡報會詢問普萊斯 美國選手在中國期間如果想抗議 北京人權侵犯作為應遵從哪些準則 普萊斯表示 外界也知道美方在北京東奧上的立場 美國政府沒有派外交代表參與賽事 也沒有與其他國家策劃與出席奧運有關的全球性行動 他說 美方知道中共利用假信息 遮掩在新疆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其他人權侵犯行徑 還對美國選手做出多項指控 普萊斯強調 美國選手有權在符合奧運精神與章程的情況下 自由表達自己 包括促進人權 去敦促中共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福克斯新聞2號報導 媒體研究中心總裁布倫特·波扎爾1號 向國家廣播公司體育和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發送嚴厲的信函 敦促國家廣播公司在報導東奧會期間 應該要聚焦中共侵犯人權行徑上 劇情片《沉密呼聲》近期在全美30個城市同時上映後 廣獲好評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沉密呼聲》 講述了1999年夏天 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 原本無憂無女的生活 被在一夜之間被當局的一道禁令打破 他們運用勇氣和智慧 幫助一名外國記者 將在中國發生的一場 針對上億修煉人的迫害真實情況 在國際上曝光 影片的高潮部分 出現在中共製造天安門自焚藝案 通過電視 向全世界播放之後 通過對中共電視台播放的自焚錄像的分析 美國駐華記者丹尼爾 憑著職業素養 敏銳地意識到 這可能是中共歷史上最惡劣的謊言 於是 意圖尋求真相的丹尼爾 與試圖揭露中共謊言的幾位清華學子 終於走在一起 這部影片由加拿大著名導演皮博迪獎獲得者 李雲祥執導 由托尼獎提名者 美國影星沙姆·特拉梅爾 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範主演 飾演稱華大學學子的是 台灣新秀演員吳怡婷、何圖、陳映如和錫成浩 《沉默呼聲》上映後獲得廣泛好評 《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影評 將《沉默呼聲》描繪成政治迫害下 體現堅持善良的一幅動人畫卷 具有藝術性的高尚品德 如同真相一樣 最終會取得勝利 波士頓《環球報》寫道 這是一部動人心拍影響深遠的電影 中共獨裁者不想你去看《沉默呼聲》 那你就去看吧 美國思想者誇讚影片 《沉默呼聲》是精湛的製作 特拉華州參議員大衛·盧森 觀看了《沉默呼聲》後被深深地震撼 他表示要向特拉華州的所有議員 推薦這部電影 1月28日 前美國國務院蓬佩奧 在推特上推送自己 在影院的照片並表示 我的朋友余茂春和我去看了《沉默呼聲》 影片感人、真實 是對中共的嚴厲控訴 蓬佩奧說 中共歷屆領導人的敗壞 以及在權力驅使下實施的恐怖 是無法否認的真相 最後 去向網友推薦 並觀賞這部影片 這部電影為優秀的中國人民發出聲音 你們一定要去看 除夕之夜 江西省軍區少將、政委、鮑雜文 親自持槍站桿 釋放不尋常信息 習近平近期加緊了對軍隊的掌控 二十大未知 一股大戰前的燒煙氣卻開始濃烈起來 1月31日 除夕之夜 鮑雜文在戰備建設局大教局長 封曉冰陪同下 重執行江哨任務的獵兵 將與鵑手中接過武器裝備 親自持槍站桿 江西是江澤民派系的2號人物 曾慶雄的老家 近一段時間以來 圍繞著江西省 有多條新聞值得關注 2021年7月23日 原北京維樹區副政委 鮑雜文調任江西省軍區政委 眾所周知 政委是負責監視軍事主管的 徐雲飛 是中共十九大校從武警總部空降 擔任武警江西省總隊政委 這種人事安排並不多見 徐雲飛在2021年9月1日 在《解放軍部》發表全名文章 稱無論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 廣大官兵都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亮劍 在矛盾衝突面前敢於迎難而上 在危機困難面前敢於挺身而出 今年1月26日 沿江西省國土資源聽黨組書記 聽長劉積福被開除黨籍 劉積福曾獲得中共沿江西省委書記吳官正 萬建柱提拔 5萬2人軍圍真慶紅心腹 二十大臨根 中共進入激烈欲搏階段 對軍權的把握成為習近平能否順利連任的關鍵 近日中共軍方高層人事調動愈加頻繁 2022年1月21日 習近平晉升了七名上將 外界認為這是為其二十大順利連任保駕護航 習近平沒有軍中經歷 軍中人物不足 而近期傳聞軍中太子黨成員 上將劉亞洲被內兇 透露出中共軍中可能存在反對習近平的聲音 現居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軍官姚誠表示 中共軍官和習近平並不是一條心 劉亞洲是一個軍方的代表性人物 像劉亞洲那樣的太子黨 從某一個程度上 它代表了政治老人的意見 所以習近平中共二十大很難過 會搞得頭破血流 搞不好黨就分裂 今年1月4日 習近平發出軍委2022日命令 不再提聚焦備戰打仗 而是提出緊丁、戰爭之變、對手之變 並要求迎接中共二十大 評論人士瀋舟分析 這表明2022年中共軍隊的主要任務 不再是對外、而是對內 這是對反習派的一大警告 準確地說是要確保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成功 2022年隨即夜 山東、天津、遼寧等地方台已放出春晚視頻 細心觀眾發現 葛德江在山東和天津兩台上升已被取消 葛德江人雖然無在春晚露面 熱手卻直接頂到第一 作家寧蒼舟對此表示 相比於歌功仲德、粉飾太平的主流上升 葛德江的上升多諷刺社會問題 導致其的一些上升觸怒掌權者 此前葛德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過自己 錄製山東衛視春晚的帖 在天津衛視春晚節目當中 我們更看到葛德江和于謙的節目作為春晚壓軸出場 對於葛德江的節目被取消這件事 沒有人出來解釋海內外粉絲都在追問 是什麼原因被傳網封殺 得罪了什麼利益集團 外界評論認為 中共治下的大陸上升屆多年以來 主流上升隊伍人才缺乏 卻被葛德江接連搶佔市場 早在2006年 中共曲協就曾對德雲社的表演模式提出反三軸 當時葛德江和德雲社質疑 《我要反三軸》等系列作品 對官方機構進行諷刺 自由亞洲電台2010年報道 在8月1日葛德江徒弟李鶴標打傷記者後 葛德江在上升中發出記者不如妓女 北京台泰壓縮等言論引發各方關注 法制日報報道稱 王府井圖書大廈和北京圖書大廈有關葛德江的鬥女玩 話說北京等書籍已經全部下架 葛德江的對口上升等陰像光碟也遭到封存 北京作家寧昌周對此表示 葛德江的徒弟打人肯定是不對的 但葛德江之後被封殺的主要原因 恐怕是他之前的一些上升 早就讓某些人非常不快 相比於歌功仲德 粉飾太平的主流上升 他的創作思路比較開闊 他一開始就是走草根中間路數 所以對社會問題許敢於說敢於調侃 廣東民間維權組織公民不合作負責人唐經靈律師表示 對葛德江封殺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因此有關當局在進行此類封殺時 也不會下發正式的文件 而都是暗中將某人列入黑名單